好了 我们继续接下去我们的第二个内容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的是 在美语当中的两种译化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很有意思的叫长远音叫 的发音 英国人发这个发音 它是嘴唇要圆唇的 而且音味要朝后 不要忘记音味朝后是英语的发音特别 无论British English or American English 不论哪种accent 它一定都是朝后的 所以这个音呢 英国人叫 但美国人怎么读呢 你记住 美国人也有两种发音 我们称之为O的异化现象 但是更多的你会发现 会发现感觉这个嘴巴 向上打开 嘴巴相对来说比较的大一点 它的发音的这种 上下齿之间的距离会大一点 而不是圆唇的O 而是上下打开啊 是这种感觉 那你会发现我们通过句子来感受一下 先模糊地感受一下 Just feel it 感受 这全是我的错 英语当中是不是常说啊 It's all my fault 那在这非常重要 两个地方 All 一个是 Fought OK It's all my fault 这是我们知道美语的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 我们今天就 说到这吧 我们今天就在这结束吧 叫 Let's call it a day Let's call it a day 英文人怎么说 Let's call it a day Let's call it a day 但是美语就 Let's call it a day Let's call it a day OK 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都是 all的一种音变的感觉 好 那么这一切是为什么呢 Why 怎么说 What's the cause of others What's the cause of others 那么在这个地方 cause 和all 你看 是不是都是这种嘴巴 要上下张开的感觉啊 而不是 哦 圆唇的感觉 不是 不是这个嘴巴小圆紧张 要把它打开 美国人喜欢大嘴巴的说话 你要记住 美国人相对来说 比较的 绅士一点 英国人比较绅士一点 但美国人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的夸张一些 What's the cause of others 好 同样的道理 我不希望讲话有所中断 I don't want to end the past During my talk 那么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 Pass和talk 这样两个词啊 Pass暂停 Talk 我的讲话当中 英国人怎么说 Pause 这个词叫talk OK 嘴巴是非常非常的撅起来 往外撅的 talk 美国人叫talk OK Different 好 他在白老汇工作 He works in the 白老汇叫Broway OK 白老汇可是美国的 当然要用美音啦 叫Broway OK 但是如果是英国人白老 会叫Broway Broway OK 这就感觉不一样 美国人叫Broway Broway 很宽的位 Broway Right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 每天早上他都喜欢 沿着墙走路 那这个句子 你会发现很明显 我是为了大家练习 哦 这种发音 而疯狂的自己创造的 所以咱们大家 慢慢去练习一下 你要知道这些 每一个句子 都是我的心血 好好的把它背过了 She likes to walk along the wall every morning 那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He likes to walk along walk OK Alone the wall every morning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每天早上这个音 morning 为什么不是morning 那个嘴巴好大 为什么呀 因为刚刚有没有讲过啊 这个地方有二字母啊 有二字母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卷舌的啊 卷舌就要 不是读成 or 而是要读成 or 要读成 卷舌音 or的感觉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more morning OK something like this 好了 这个呢 不要着急 下面我们就要给大家讲 or 在美语当中的 divergence 异化现象 当然在讲解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 模糊的感觉 在一起来读一下 OK read after me OK 又来了 开始 oh it's on my thought perfect oh it's on my thought 第二句 Let's call it the day Let's call it the day 第三句 What's the cause of all this What's the cause of all this 第四句 I don't want to end a pause during my talk I don't want to end a pause during my talk Number five He works in the Broadway He works in the Broadway 最后一句 She likes to walk along the wall every morning She likes to walk along the wall every morning perfect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 异化吧 异化的magic 即将出现 OK or这个音呢 刚才我有两个标识 第一个叫or 第二个呢 叫or OK or的感觉是因为后面有卷舌 二字母存在 而如果没有卷舌的话 它的嘴巴是在不断扩大的过程 是从or到a or or 但是由于一个单词呢 它读得比较快的时候 它就很少听到这个过度的感觉 而就变成了相对于就是啊 啊 嘴巴就变得更大一点的感觉 or到啊 你会发现是不同的 下面呢 我们通过这样两组词来给大家展示 首先第一组叫or OK 好 首先第一组词很简单 第一个词 门 叫door 美国人叫door 而英国人叫door door 它舌头不卷的 对不对 美国人很多人叫door 所以很简单就是先把or来读好 然后在你的舌头再卷一下就好了 door something like this OK door right so door就出来了 同样的道理 more OK more OK 你滑动的自然一点就有了嘛 对不对 好 floor 叫floor OK floor right 好 for也是for for right north yes north 好 再快一点就 north north OK ford ford OK 还有一个 corn c-o-r-n corn OK OK 我们知道这个爆米花叫popcorn OK 所以这个音要注意了哈 等会我会再给大家讲讲 loored OK loored 好了 你会发现真的很有意思 如果你学了这些词 有一些音你就分开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OK 好 给大家这样两组词感受一下 必须让大家在对比当中有所斩获 首先 说一个人有瑕疵 有毛病 我们叫他floor OK 但是呢 说你踩在地板上 叫floor 那你会发现 在英国人来说 这两个词是 exactly the same 英国人会发现 这两个词是完全读得一样的 第一个词叫floor 地板 floor no difference at all 但在美语当中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第一个词叫floor 为什么呀 因为他发啊 这种感觉 而第二个词呢 叫 很厉害 叫or OK 因为他后面有卷舌的or字母 叫floor OK 那你会发现 美国人是不是就容易分开啊 所以说呢 在我个人感觉 美国人呢 比英国人的发音更有辨识力 为什么呀 因为他只要有or字母 他就要卷舌 很容易把一些容易混淆的词分开 OK 慢慢去体会 扫清听觉障碍 从今天开始 OK 好 下来读一下 floor floor 地板 floor floor OK 很简单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大家要注意 像这样的词特别特别之多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好 c-o-u-r-t OK court 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 是吧 那么如果你抓住它 过去时 叫cut 你会发现这两个词 英国人也是不分的 而美国人 绝对是区分得很清晰的 英国人这个词就court 这个词 court again 但美语当中 这个词叫court 卷舌嘛 对吧 而这个词叫court court I cut him 我把它抓住了 逮住了 I cut him OK 所以在这儿要掌握 那这样两组词 是不是让大家感觉到 Wow 异化现象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OK 跟我先练一下 练习一下这些 很容易混淆的一些结构 怎么练习 这样练习 好 read after me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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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是否能够在对比当中去感受它们的区别 OK read after me again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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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同样的道理你会了吧 court cut court cut cut court 很简单 是吧 好了 咱们大家就这么去练习 给大家方法要去 要去尝试的去自己练习 这很关键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词也来了 买叫什么 叫but 你看出现了吧 or but 加快一点 I bought I bought something 好 floor OK all ball ball call 舌头 千万不能卷 很多人说这个bore 舌头卷起来 老外听不懂的 你在想什么 你难道在读这个吗 你是对我很烦吗 bore 错 叫ball 底在上指根部 舌头要往前走 不是往后卷 好 同样的道理 call yes don lon 长一点 lon OK small OK small 那底在上指根部的音真的很重要 这个叫舌侧音 我会跟大家先有这个感觉 后面我会具体的讲解 好了 好了 这两组词 我们大家在一起来熟悉一下 OK read after me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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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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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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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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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 North 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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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n Corn Yes Lord Lord Good Good 好 同样的道理 Bot Bot 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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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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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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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Call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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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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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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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Perfect 好了 这是咱们大家要好好的练 那么这是长元音 O 对不对 那么我们大家是不是还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短音的形式呢 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 OK 好 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短音给大家介绍一下 短音很简单 如果是O的话 你的嘴巴要张开一点 类似于这个音了叫A OK 所以说呢为了让大家学会O和这个长音的O跟短音O之间的一些区别 我给大家一个句子啊 好好练练 这个句子我写在下面一页吧 好写在这啊 很简单的一个句子是吧 很简单什么意思啊 我给你买了爆米花 比如说咱们一起去这个movie theater 你可以去看电影啊 到电影院 那我买了爆米花 OK I brought you popcorn OK 我带了爆米花 那在这个地方很简单 这个是个长音 这是个短音 这又是个长音 但它们的三种发音全部涵盖了 第一个是OR 第二个短音 嘴巴变大一点 第三个OR OK 所以说你看 是不是很清楚啊 这个句子也是特别特别精彩的 老外经常用来训练这三个音 我们大家要把它背过 烂熟于心 好 先来读一下 I brought you popcorn I brought you popcorn OK 很有意思 是吧 I brought you popcorn Good 但如果英国人的话 它就没有太大区别 叫 I brought you popcorn I brought you popcorn I brought you popcorn 美国人 I brought you popcorn 你会发现 对比当中才发现 区别好大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还是要去对比一下 好 好 好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